大家好,我是Simon 到目前为止,我的这把步枪已经打了100多发子弹了 是时候擦枪了 我手中的这根在握把处可以自由旋转的长条叫做通条 把一次性棉布缠在通条的前端 然后再滴上枪油和清洁剂 最后直接从枪塘把通条给伸进去 这是开了100枪之后的第一块棉布 可以看到上面布满了火药残留 现在我们需要把捆绑棉布的这个头给换成这个小刷子 这个东西叫做Bore Brush,枪管的刷子 它的材质是尼龙的,就是尼龙的刷毛 这样不会对枪管里边的弹线造成伤害 我之前买的一包,这个它里边的刷子是囤的 它就容易把这个桃线给刮坏了 让我们再给刷毛上面滴一些枪油和清洁剂 不用太多,够了就行 把刷头上刷下来的火药残留 拿纸擦干净 让我们再推一块棉布进去 看看用刷子刷过之后是什么效果 这是我们用小刷子刷过之后的第一块棉布 上面也是布满了火药残留 让我们再多刷几遍 好,现在又刷了十几遍 我们再走一遍这个棉布,看一看什么效果 我的这个清洁剂非常的好 它是枪油和清洁剂二合一的 所以就不需要既用枪油又用清洁剂了 我们已经推过十次这个棉布了 你看它现在火药残留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所以估计我们再推两三次 刚刚又推了一次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基本上干净了 你看就这个地方还稍微有一点点 经过一段忙活 现在这个棉布 终于是雪白的了 最后我们再用一块干净的棉布 把枪管内的多余枪油给去除掉 枪管内部擦拭完毕之后 最复杂的步骤就结束了 下面我们清理一下枪膛 清理枪膛也有专门的刷子 不过我们用棉布 然后再用一次性筷子推着它 效果也是一样的 而且不损伤枪内构建 最后我们蘸一点点油 把枪管的外面打上薄薄的一层油 这样不会让手上出的汗把枪管给锈湿了 最后就是清理枪栓了 用清洁剂刷一刷外表面 最后都给擦掉 然后枪栓内部再滴一些清洁剂进去 活动一下构建就可以了 我是Simon 感谢观看